大家好,我是James,欢迎来到我的视频。 今天我要教大家如何添加一个新的公司账目在这个系统里面。 这个系统可以支持多国的语言,当中也包括中文华语。 在这里,我已设定了一间公司的界面为华语。 我们现在进入里面去看它的界面。 可以从这个界面看到,所有的Apple都是以华语为主。 因为我们本地还是以英文为主,所以在这里我以英文为界面来教导大家。 首先我们去Add Business,选择Create a New Business。 输入我们所需要的公司名称。 然后选择Add Business。 进入了这个公司账目之后,我们发现到它的界面都是呈现以英文为主。 然后我们选择Customize。 在这里,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我们所需要的Accounting Module进去我们的Accounting Bank。 譬如,Bank Accounts,Bank Deconciation,Factors Module,Sales Invoice,还有Supplier,甚至Stock Inventory。 如果你有员工的话,也可以加入Apple1,Bank Deconciation,Factors,在里面。 最后我们选择Update。 这个Account才能储存起来。 这个设定才能储存起来。 点击Update之后,公司的基本设定就已经是完成了。 在接下来的视频中,我会教大家怎样Create一些Charts of Workout。 谢谢大家的观看。